涛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泰国恐怖电影《关木》 泰国有一种特殊的习俗 那就是躺在棺材里可以骗过死神逃避厄运 而且兴奋这种习俗的人还不少 随着电影名称的出现 电影正式展开 男主在躺关仪式的人群中现身 为了救活自己病重的未婚妻 即使有很严重的幽闭恐惧症也在所不惜 就在棺材盖上的那一刻 男主似乎看到了自己大病出狱的未婚妻 没过一会儿 男主清醒 发现自己在一个被封死的棺材里 就在女鬼出现慢慢爬向男主的时候 棺材盖突然打开了 男主逃出棺材后 发疯似的追着一个白衣女子 但是还没等接近 镜头就转到了医院 原来男主在进行仪式的时候 发病晕倒了 在医院休息一会儿后 男主就跑去病房 见自己的未婚妻短发女 此时的短发女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男主很是开心 回到家后就拉着短发女 开始做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还站在别墅边吹吹海风 聊聊天什么的 小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的 最后男主回家为短发女拿衣服的时候 女鬼突然出现在短发女的身后 企图将她杀死 短发女吓得尖叫起来 男主听到声音后 急忙赶着过来 将短发女拥入怀中安慰 发生这样的事情 男主就已经寝食难安了 在某次和朋友聊到躺关仪式的时候 男主突然想起梦中的那个破旧的房子 于是急忙将她画下来 并在网上找到了这个房子的资料 还在现实中找到了她 男主带着疑问进到房子里 发现这个房子居然是个停尸间 就在男主准备上前看个究竟的时候 发现了自己的前女友小梅抱着一个孩子 没过一会儿孩子居然自然了 而小梅也带着灼伤的面孔爬向男主 男主吓得急忙就逃 旁边的柜子也掉落了下来 这动静惊动了看守停尸间的大爷 大爷将男主救出后 就开始和男主探讨人生 画面转场 短发女在家睡醒后 迷迷糊糊的 见到了躺在棺材里血肉模糊的男主 吓得急忙从梦中惊醒 当看到男主电脑上的房子后 就作死的找了过来 不方忙不说 还给男主添了很多的麻烦 当男主看到被小梅整骨后的短发女 急忙问大爷有没有方法解决这一切 大爷却说需要再进行一次躺关仪式 男主毫不犹豫的就相信了大爷 刚躺进棺材不久 男主就被慢慢出现了血水淹没 紧接着就来到了一个很宽阔的草地上 还见到了抱着孩子的小梅 男主上前向小梅道歉说 如果自己不参加仪式 小梅和孩子就不会死去 但是小梅却说 自己是因为这个孩子才离开的男主 哎没办法 小梅的大概意思就是 不是你的孩子 我坚决不深 两人说话间 留下了带有悔意的泪水 男主看着小梅离开的身影 自己也转身离开 消失在夕阳下 五年后 女主在健身馆健身 偶然间听到电视上所说 有一种躺关驱除厄运的仪式 以及各种以身试法的案例 仪式决定去仪式的现场试一试 就在棺材盖上的那一刻 女主似乎看到了自己长在肺部的癌细胞 还有一场奇怪的车祸 随后女主参加完仪式后 准备离开 但谁知却在中途出了车祸 不过还好 车毁了 女主却幸运的活了下来 刚睁眼的那一刻 女主见到了闺蜜剪发女 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医生走进病房告诉女主说 女主只是受了皮外伤 肺部的癌细胞也不翼而飞了 女主面露凝重的表情 难道那个仪式真的成功了 大概是一路奔波 太过劳累 直到被自己的未婚夫杰克闻醒 当女主沉浸在见到丈夫的喜悦时 突然接到了朋友打来的电话说 杰克出车祸死了 女主懵逼的看着眼前的杰克 还带着疑惑 叫来了卷发女前来验证 卷发女来到卧室前说 里面并没有人 女主这才相信了朋友的说辞 时候在参加杰克的葬礼时 突然遇到了杰克的鬼魂 紧接着画面通过车祸的现场 转到女主从梦中惊醒的镜头 卷发女见女主精神不是很好 于是就带着女主去找调查 灵异事件的眼镜哥求助 眼镜哥说 从自己的朋友死后 自己就开始研究这些事情 还说朋友就是在游泳的时候 莫名其妙死亡的 随后眼镜哥参加朋友的葬礼时 这朋友的老母亲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私下询问得知 这老太太得了癌症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就去参加了躺关仪式 就在朋友举行葬礼的同时 医生告诉这老太太说 她身上的癌症消失了 花音刚落 老太太就流下了后悔的泪水 随后女主问道 是否有人去体验过这件事 眼镜哥说 当然有 只是当事人不愿意透露罢了 没过几天 眼镜哥有了体验灵异事件男子的消息 于是带着女主和卷发女找到了他 仔细一看发现 原来男子就是男主 当女主问男主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时 男主说 大概是这些躺关的人 打断了命运之轮 其实自己当时 并没有得到什么逃避的方法 小梅带着孩子离开后 短发女也在不久后离开了人世 其实在进行一次躺关仪式 就是让所有的事情都回归正轨 只是那些为自己牺牲的人 却再也回不来了 女主听后 决定再进行一次躺关仪式 让一切重新回到正轨 就在女主刚躺进棺材的那一刻 女主就见到了抱着自己的杰克 挣扎了许久 女主最终放弃 与杰克相拥在一起 女主的躺关仪式结束后没多久 癌症也重新回到了女主的身上 但唯一遗憾的是 从那以后 女主再也没有见到过杰克 即使是这样 女主的内心也没有丝毫的反悔 毕竟命运之轮是在不停的转动的 一些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 无论是谁 无论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也都阻止不了这样的命运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